台湾方面 民进党党内初选陷入僵局 蔡英文赖清德 针对是否采取手机民调攻防不断 蔡赖两阵营17号进行第二次初选协调 会后对外宣布 双方达成共识 同意采取对比式民调 并且纳入手机民调 不过赖清德当晚表示 自己答应纳入手机民调是有条件的 就是民进党必须在本月底前完成初选 赖清德指出 竞选时程已经一拖再拖 如今竞选办法又要边选边改 感觉党内初选就像炸赌 人家国民党是所谓的先射箭再画把 我们是这个钱 大家都已经吓主意了 这个把不知道跑哪去了 不过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 19号证实 当天双方签字的文件 并没有确定5月底完成初选 而是初步定在6月10号到14号进行民调 台媒报道赖清德的支持度 此前曾长期领先蔡英文 但近日民调显示 两人的差距逐渐缩小 这也是赖清德再次隔空开火 反悔手机民调的原因 对此蔡英文回应表示 纳入手机民调已经得到党内确认 不要让当事人误解或是误导民众 民进党2020党内初选 蔡赖之争进入白热化 掌握行政资源的蔡英文 继续成功延长协调期后 有力主初选纳入她可能占优势的 手机民调 针对蔡英文屡次施压 设计对自己有利的初选方法 绿营人士多有微词 质疑她因人涉事